這條是要選擇這個份數,然後把答案用正指數表示 這些負的index 我們不要見到,要見證的index 做法是這樣的,首先我們把一些有括號的東西拆開 份子就不動了,A的乎乙次方,份母,A也要隱藏一次方 平時不寫的,在心肝仔記住一次方就可以了 然後把五次方乘進去,何時才可以乘進去呢? 就是當這個bracket裡面只有一個term,你才可以乘進去 不要隨便把次方乘進去,在括號裡面只有一個term 上面有A的5次方,1乘5得5,B的15次方,35115 下一步,我們把負次方變成正次方 本身是份子的,就把它放在一份母 A的2次方,A的5次方,B的15次方,仍然不變 仍然不變,仍然在下方 分子就好像什麼都沒有,所以要補給它1 再運算下去,分子仍然是1 份母,A的2次乘A的5次,和底相乘,次方相加,底不變 所以A的7次方 B的15次方,因此這就是最終答案 這條數的trick,就是記得補回1份子 因為A的負2次方,由分子到墳母,分子 很多同學都沒有補給1,記得一下